中國或見核動航母與20年後下水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號 去年9月才交付海軍 已引起國際關注 中國威脅論又再成為話題 不過話口未停 中國船舶重工業集團 近日透過網站發布 與國家科技部有關的 核動力船舶技術研究 project 已開始 有外國傳媒分析指 意味中國很可能已起核動力航母 不過根據西方國家發展航母的經驗 通常都是先做常規動力 等技術成熟之後再研造核動力 所以美國亦推測 中國應該自己起 自燒兩艘常規動力航母之後 才會起核動航母 如果今次的消息是堅 中國起航母的技術可能真是二步 根據美國海軍情報部門評估 中國第一艘核動力航母 預計會在2020年下水 排水量有10萬噸 與美國新京白戰的尼米之級航母相似 槍彈射器起飛 艦載機有80多日 有專家認為 中國現在才開始起核動航母 由研究到用得都要20年時間 所以估計不是針對近日 東海和南海的緊張局勢 反而是放壓10年後的國際環境 因為美國現在有11艘核動航母 如果中國不加把勁 其實根據美國無法戰鬥 所以在發展經濟的同時 中國也要同步大力提升作戰能力 預計中國最少會起禮手核動航母 其實現在全球都美國和法國有核動航母 有了它可以大大提升海上作戰能力 因為它連續高速航行的能力很高 可以很快到現場換一次燃料 可以連續航行50萬海里 新的核燃料可用30年 比常規動力航母厲害很多